當我們的國家整體國力下滑 經濟衰退、通貨膨脹的時候 你會認為總統會想要討論這些議題嗎? 當然不會 這就是為什麼 他要你知道他的政權有多gay 而且使用了行政命令 讓全美國都變gay 看,昨年我們在這個活動 的訊息很簡單 Pride is back at the White House 從天一開始 從天一開始 這已經成功了一個最好的 措斷的措施在歷史上 led by guys like Pete Buttigieg 和很多其他人 我認為我們有更多人 LGBTQ-Plus的人 比每個措施 或每個措施 混合 沒有,我真的想說 我真的想說 因為我曾經被選擇 我希望我的委員會 看著我給我看著 像美國 看著美國 看著美國 看著我們 看著美國 做的 超級益 在每個層層的領域 能力 是 香港 史迪晨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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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的媒体伙伴, Kareem Jean-Pierre, 是在这里做了一件事的事情。 我们也会参加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 Admiral Rachel Levin。 那是的 我們要我們的政府看起來跟美國一樣 所以他們放了史上最多的LGBTQ的人在我們的政府裡面 這樣子看起來就很美國了吧 對不對 美國看起來跟Rachel Levin一樣 對不對 這個政策不錯喔 貼一張照片放在我們的邊境 跟那些非法移民說來吧 變得更像美國人吧 應該可以嚇跑不少非法移民 剛剛大家應該都已經聽到了 他的政府比歐巴馬的政府還要平等 比一個黑人的總統的這個政府還要平等 他還講到了 Pete Buttigieg 帶領著他的政權 重建了美國 還重新在美國建立了 驕傲這兩個字 Pride 一個字 他的職位是交通部長 OK 請了三個月的產假 但是他還做到了這麼多 實在是太厲害了 對不對 大家可以去街上做一些訪問 就是說你身為美國人 有什麼事情是你最驕傲的呢 看有沒有人回答答案是 當然是 Pete Buttigieg 他是交通部長耶 然後但是整個國家都是他在管的喔 全部的美國人都是他在管的喔 我們在這邊可以問一個問題 真的有人相信他講的那個樣子嗎 真的有人相信美國越變越gay 就越變越好嗎 真的有人相信幫小孩子打變性針 切除小男生的性器官 切除小女生的胸部 讓他們變成一個殘疾人 是在幫助小孩嗎 整個美國政府都這麼變態的相信左派說的嗎 還有他們做的這一切嗎 或許有幾個 但是絕大多數的人都已經當官當耳二三十年了 Joe Biden應該已經當三百年了 如果這是他們一直以來的看法的話 跟一直以來他們的信仰的話 他們早就做了 但是為什麼他們現在才做 他們現在才在推崇這些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思想 以及政治的角力還有武器 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方向 還有比政策本身跟思想 還要邪惡 因為他們其實不相信這些 他們知道他們說的 在做的事情是很邪惡的 但是他們為了選票 為了權力 還是要做這些下流的事情 而且他們還是會繼續做 讓這些東西越搞越大 越做越誇張 他們不會停止 除非我們起來停止他們的惡行 每個人身體都非常重要 千萬不要讓有毒的物質 在你的身邊 例如擦指甲油的時候 指甲油就要使用 無毒無害無動物測試 Tenfree的Niji Nails 人要活得健康漂亮 可以從小處做起 Niji Nails 顏色眾多 帶亮片沒有帶亮片的 亮面的霧面的 你想要有什麼顏色 就可以有什麼顏色 100% made in USA 現在就去他們的官網 www.nijila.com 選購他們的商品 結帳的時候輸入折扣碼 AINews 10就可以享受 10% off的遊規 Niji Nails的指甲很安全 連小孩都可以使用喔 趙姻 在這裡 請益